是自动压盖的排关 这边这一个是它的节气 现在是触摸主界面 刚进来的界面 这是英文和东文 这是英文 这是中文 现在我们进入主页面 主页面的界面就是这几个 这是手动 对 这是自动 这是手动 这是参数设置 这个是电影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它的参数设置 参数设置这里是没有密码 这一个是手动输送速度 这一个是输送自动速度 这一个是输送启动延期 这一个是工位测误食材 这边这一个是下定位气缸食材 这一个是上定位气缸食材 这一个是灰盖气缸食材 这一个是压盖湿汽食材 这一个是压盖气缸食材 这是二气压盖食材 这一个是工位测误食材 这一个是阵痛盘测误食材 这一个是剃除气缸食材 这一个是剃除检测误食材 这一个是阵痛启动无料食材 当超过这个食材 无料的时候震动盘就没报警 这一个是下定位气缸食材 这是二号工位测误食材 这一个是工位测误食材 这一个是下定位气缸食材 这一个是上定位气缸食材 这一个是灰盖气